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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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一開始上課的時候想說 筆記貼上去居然沒有人上去 download 然後 上面也沒有任何問題 實在是太低人傷心了 不過這樣一堂課上下來 覺得大家其實事實上都還蠻有想法 然後我覺得有想法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沒有想法的話 或是你沒有動機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教你 可是如果你的想法 你的動機是純正的 跟你的想法都是錯的 但是非常歡迎你來上這門課這樣 因為這樣你的收穫就很大 我成就感也會很大 所以我回過頭來看一下剛剛大家第一次 在這個課堂上面做Scientific的 做科學上的討論 我們得到了什麼樣的一個結論呢 如果這個是在我們國會的殿堂的話 我們就通過了這樣的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就是 對Jack來講 這裡有一個C 這裡有個D 它的位置是X1 T1 它的位置是X2 T2 Right 那我們特別就是說 T1跟T2原先是怎樣 是同時的 那我們現在好奇的是說 如果今天是Jill來看 如果今天是Jill來看 那不要忘記了 那不要忘記了 Jill的座標系呢 譬如說是這樣子在移動的 那如果它是這樣子在移動的時候 那如果它是這樣子在移動的時候 它事實上看到C跟D 會看到了 事實上是X1' T1' 然後會看到一個是X2' T2' OK So in principle 你可以去定義 比如說如果你要更精準的話 你可以去定義一個delta T' 它事實上 就是T2' 減掉T1' 所以它可以有三種不可能 三種可能的答案 一個是0 然後第二個我寫的是什麼 大於0 跟什麼 跟小於0 那如果根據大家就是做popular voting的話呢 那我們應該就會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 對Jill看起來的話呢 就是T2減掉T1'會大於0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它是T2 T2應該要比T1大 大家是這樣猜的嘛 所以這個其實事實上是很令人訝異的一個 心理學上的一個結果 因為在實際上的實驗 如果我們今天其實有兩位同學 它的作標真的是X1X2 在這邊的話 X2減掉X1 是大於0還是小於0 這物理課不是數學課 所以當我把某一點畫在右邊的時候 是真的指它是在右邊 並不是說 X2也可以是負的 我只把它畫在這裡 那所以 C跟D之間事實上有一個很簡單的關聯性 就是delta X事實上是大於0 然後delta T事實上是等於0 然後delta T事實上是等於0 然後這兩件事情 加上一點點 physics 你就可以最後得到 delta T' define this way is actually less than 0 OK 所以這是交數的鐵律 就正確答案通常都最少人注意 不知道為什麼 那所以我們的目的其實就是試著去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會覺得其實從這個是一個很棒的一個popular vote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 明明你們就是高中一直學到現在為止 其實你們受過的科學信念 其實告訴你們delta T是0的 那所以我猜你們會舉 不是0的原因是因為你們看了很多科普書 那可是因為你們看了科普書 然後又沒有到真正完全知道怎麼掌握 所以最後就兩個猜一個 或者兩個都舉 反正它就不是0就對了 所以在這邊其實我們這堂課就是希望可以藉由 比較簡單的方式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怎麼樣你可以去估算出來 這件事情 是大於0還是小於0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下一堂課 我們就會碰得到 那在這邊其實真的要蠻認真的警告大家一下 對於相對論來講 你會發現我在上課幾乎不會講太多argument 其實如果你真的太閒沒事做 你去Google一下 然後你就會發現很多相對論的沒有論 然後你可以開始去follow這些argument 包含你們的課本 Ginqually上面也有 比如說這個是不是同時或怎麼樣 你可以自嗨 嗨得很快樂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實驗 對我來講是這樣 就你終於把它看懂 就你人生中經過很多不懂 終於在某一瞬間 你覺得你懂了 那你把書放著 你只要隔一個禮拜再回去看 我猜你會回到原來的狀態 那這個通常告訴你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東西不是你該懂的 所以你懂了他又忘記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這件事情是不值得懂的 那我個人目前是取第二個觀點這樣 所以對於大部分的科普書上面 就是試著用非數學的方式 然後就是說什麼光束 從這打過去打回來 幹嘛的 我跟你講 我今天給你弄得亂七八糟 即使是算我這樣的 專業的物理學家 我可能在某一瞬間 人生很無聊 懂了 然後呢 我第二天再回去看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不會教你們這種事情 因為我相信你們的物理數量 應該比我 目前 目前 就少少差一點點這樣 所以你們可能會忘得更快 然後前面要花更多時間懂 那這種是典型的 非常的沒有效率的辦法 所以我們會用另外一個方式 去理解這些事情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C跟Z 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問大家另外一個更好的問題 我既然問的是C跟D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猜想 假想 如果我今天事實上 對Jill來講 對Jack來講 這是A 這是B OK 同樣的 這個發生在X1 T1 這發生在X2 T2 那當然 當我這樣畫的時候 所以這兩點 因為是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Delta X 等於X2 減掉X1 等於0 OK 那Delta T T 等於T2 等於T2 減掉T1 它是大於0 所以在某一個程度上面 在某一個程度上面 我們甚至可以說 A是某一個音 然後這個是某一個果 OK 那我想問大家一件事情是 那如果今天這是在Jack來看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看到了 相對論可以帶來很多很多奇怪的特色 就比如說原來是同時的事情 結果另外一個人來看 發現他們就不是同時了 一個會在前面 一個會在後面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件 那很多課本其實就寫到字就停下來了這樣 可是我們現在來挑戰一下大家 的科學信念這樣 好不好 就大家來想一下下 我剛才已經講了 同時這種東西是易碎品 在相對論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的 某一個人看起來同時 另外一個人看起來就不是了 But what about this 所以剛才這個是在橫走上面來看 然後這個不懂是小朋友最喜歡說 時空時空 好像時間跟空間都是對稱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那種種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有個jill ok she's happily running with her own coordinates x' and t' so apparently a and b would be mapped into x1' t1' and x2' t2' ok and we don't know how to calculate this but let's make a wild guess but let's make a wild guess so we can define the tiny difference t2' minus t1' so again 這個可以有點 有不同的答案對不對 如果根據正常的學過的物理的話 他的第一個選項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應該是delta t' 大於0 對 因為事實上 delta t'就是delta t 如果是根據 Gallelio transformation的話 第二個的話呢 是 是 somehow 不同時的 就變同時了 再來呢 是什麼 就是delta t' 事實上可以被逆轉的 ok so this is the true essence of learning relativity 我們常常說 相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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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論的原因是因為 很多東西是相對的 速度是相對的 時間是相對的 空間的坐標是相對的 大家都講得很酷這樣 所以如果下一次你再去修一個哲學 課的老師的時候 你就直接可以問他這樣 請問一下古典的因果律 在這個相對論底下 可不可以被扭轉或修正 那這個就是我要現在要問你們的 假設在這個縱軸上面 現在有兩個點式鍵 他們的位置是一樣的 時間一個在前面一個在後面 請問一下 假設今天Gio跑得很快 可是並不是廣速 ok 就很快 delta t front 是大於0 還是等於0 還是小於0 那 ok 所以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想一下這樣 這問題應該非常非常的 清楚這樣 對不起我只是五秒鐘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大家的科學嘗試 有多好這樣 覺得delta t front 大於0的同學 請舉手 六十八位 覺得delta t front 等於0的同學請舉手 不要害羞啊 四位 好 所以我們根據剛才的經驗 那個四位舉了 應該就是正確答案 好 delta t front 小於0的同學請舉手 delta t front 小於0的同學請舉手 好 好 這明明不是全班上課的人數啊 沒有舉手的同學請舉手 你舉第一個 所以你要加碼是不是 好 你們上課不來舉手 實在是很沒樂趣的同學 好 ok 不用想太多這樣 那其他沒有舉手 其他沒有舉手的同學 可不可以只要舉一下手 給我看一下 我不會記仇的 好 其實事實上我會 那 為什麼你沒有舉手 好 其實像這一類的 其實你們可以自己先猜一個重要的問題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科學訓練裡面其實猜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ok 所以大部分的同學 事實上都舉delta t front 大於0這樣 然後 有少部分的同學舉 delta t front 等於0 等於0的同學 同學要不要稍稍說一下自己的心得 剛剛舉等於0的同學有哪一些 請再舉手一下 ok 等一下就沒有機會了這樣 然後還有其他等於0的同學嗎 剛才中間好像有一位對不對 是哪一位 所以等於0的同學決定全員撤退不願意替自己捍衛了吧 嗯 我覺得其實在上這門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你要會猜這樣 然後你會猜 其實還是可以講一下你猜的理由這樣 既然已經舉了 你就要很認命的至少 你知道我從小很討厭去參加辯論比賽 因為覺得很無聊 就是你抽到一個 其實你根本覺得這是狗屎的題目 然後你還要說這是對的 我覺得就是 那應該就直接改成說謊比賽這樣 所以我從來沒有覺得辯論比賽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是這個是最好的辯論比賽 因為你已經舉手相信什麼是對的這樣 所以你應該要出來捍衛一下你們的同學 所以根據我們投票結果的話 大家都覺得 就是delta t' 還是大約0就對了 是這樣嗎 OK 那有沒有現在 好既然沒有其他意見 那我們就請delta t' 大約0的同學 稍稍講一下 為什麼 就是你們覺得是這個樣子呢 因為是大部分的同學 有沒有同學要自己 出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你了解的相對論不會扭轉 比如說delta t' 突然從正的變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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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one 就是 反正在a跟p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人在某個時間點打了一個噴嚏 然後 可能隔了幾秒之後又打了一個噴嚏 所以他去我跑進來的時候 他還是會先看到 就是他打了噴嚏之後 通常就再打一個噴嚏 就是他兩個噴嚏的 那個順序是不會的 所以我簡單的講 基本上就是你是英國綠的信徒 你就是不覺得 相對就算在變態 我就算什麼都不懂 就算這裡的時空被黑洞扭曲了 就是先打噴嚏的人 還是會先打噴嚏 不然羅密歐跟朱葉就演不下去了 對不對 如果事情順序會顛倒的話 那羅密歐跟朱葉就演不下去了 如果你們對我現在這個comment很關火的話 自己可以回去讀一下古典文學這樣 ok 好很好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不是說明 這個其實只是怎樣 重新再捍衛說 我就是相信英國綠這樣 那有沒有 就是你當初舉 丟到T1大於0 事實上是 呃 了解程度是超過於就是說 我就是相信英國綠這樣 它不會變好 好 ok 因為它的速度沒有達到光速 是 或以上 所以 沒辦法讓它 等於0 或者是小於0 啊哈 所以 基本上你是覺得 只要速度是小於光速的話 DeltaT如果原來是正的 DeltaT'就不會變好就對了 可是會小於T DeltaT DeltaT'會小於 DeltaT DeltaT ok good nice try 很好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因為 它在移動 它有一個速度 所以 對它而言 時間會 走得比較快 然後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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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慢 所以 它會感覺比較短 比較慢 所以這個感覺會比較短 嗯 好 你剛剛講的話呢 在 某個層次上都是對的 雖然結論 剛好是錯的 這樣 所以 很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同學 我們最後開放最後一個 就是說 你要不要先說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 DeltaT'大於0 是沒有辦法被扭轉 Anyone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一個簡單的例子裡下 確實沒有錯 DeltaT'就是大於0 它不會被扭轉 所以 希望你回去可以好好的睡覺這樣 就是英國律 並不會因為你不了解的相對論 而扭轉開來 可是 這是只有在同一點 OK 如果今天我站在這裡 我先打一個噴嚏 我看到是 我打一個噴嚏之後 那一位同學看到我打噴嚏 他就很想打噴嚏 他也跟著打一個噴嚏 或是如此類的 那你如果學過狭藝相對論 你就會發現 如果是在時空上不同點的話 時句本身是可以變好的 你並不需要超越光束 所以 因果律並沒有你想的 那麼那麼那麼的堅強這樣 因果律是非常的在地 OK 也就是 對你自己來講 因果律是對的 可是如果你試著去比較 你的因果律跟別人的因果律 常常就會發生一些錯誤 嗯 那我希望這些例子 其實給大家一些想法 就說 欸這個看起來 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是為什麼你需要 稍稍學一下相對論 好不好 那 在這一門課裡面 我會盡可能教大家 事實上是簡潔的概念 跟簡單的計算 而不會是太繁複的一些 非常融藏的argument 跟非常艱難的計算 所以如果你待會下課 就是今天12點之後 你對於就是說 要學到通盤的物理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開始回過頭來 真的認真的 去定義一下時間 是什麼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介紹的 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叫 inertial frame 也就是慣性座標系 那什麼是慣性座標系 慣性座標系 OK 就是 Newton's first law hows 非常的簡單 所以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為什麼跟第二運動定律 分開來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 是沒有定義定律 就沒有辦法定義什麼叫受力 所以如果今天 在這整個空間裡面 突然發現 有個東西看起來 似乎 就 以你的標準來看 就已經學到的 所有的力來講 它是不受力的 然後你發現它的運動狀況 要不然是靜止 不然就是 等速前進的話 你現在所處的這個座標系 就叫慣性座標系 那什麼不是慣性座標系 很簡單 我們現在活著的這個地方 就不是慣性座標系 因為 你突然會發現 譬如說這裡很熱 在太平洋上空很熱 然後 那個空氣就會過來 空氣過來之後就會怎樣 就會轉彎 所以我們才會有颱風 那它為什麼會轉彎 它會轉彎 你找不出任何其他的例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在地表上面的這個座標系 事實上 本身並不是慣性座標系 你有一些稀奇古怪的 假象力會出現 那你當然會說 那如果地表不是 那什麼地方才是 所以你自己可以去稍稍想一下 那最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慣性座標系 跟指點 是一個很類似的概念 它很有用 可是它 應該是不存在的 就是你上次看到 就是有一個點 有一個點意思是什麼 有一個點意思 數學上的定義點是什麼 就沒有體積嘛 所以如果指點真的存在 它的密度是多少 它密度是無限大 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想得到 全世界你學過所有的東西裡面 大概頂多就是黑洞 有可能是指點 其他地方應該都不是 那我們就是 所以你看啊 你們高中都教得很神奇 你們高中就開始教黑洞了 就是誒 這個指點然後是怎麼動這樣 所以這些其實是物理學家 很常用的 就是好用的一個概念 就是inertial frame 好不好 就跟大家先定義 牛段的低運動定義是正確的 坐標系 就叫慣性坐標系 那你一旦知道慣性坐標系之後 其實就簡單了 如果你找到一個慣性坐標系 你發現在這個慣性坐標系 看另外一個坐標系 自己等數運動的話 那它也是什麼 它也是慣性坐標系 所以你只要找到全世界 或是全宇宙 第一個慣性坐標系 剩下的事情就很簡單了 剩下的就是 只要是任何其他的坐標系 跟它是做相對運動 等數運動的話 都是慣性坐標系 所以如果Jack 是一個inertial frame的時候 那Jill 他如果以等數在運動的時候 也是什麼 也是個inertial frame OK 所以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嗯 那我們原先呢 這個其實事實上是非常的令人快樂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你可以回家自己去驗證看看 你就知道 我們的牛頓第二運動令力是F等於什麼 MA 所以兩個座標系 如果你今天用Galadian transformation 你可以直接證明 兩個座標系看到的A跟A'事實上是相等 意思就是說 他們的力False跟False Prime也是相等 所以牛頓的第二運動定律 跟這樣的一個 所謂關鍵坐標系的概念 就是非常非常的吻合 天衣無縫 然後就是 所以事情就美滿的過了200年 最後發生了一件新的事情 就是 就是我們的電磁波 OK 也就是Maxwell的Prediction 所以我們下學期會學到 就是說你怎麼樣從Maxwell equation出發 然後最後導出來就是說 磁場的震動會造成電場 電場的震動會造成磁場 然後電磁場就自己這樣快樂的 就往前跑 於是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所謂的電磁波 然後在實驗上也被量到 可是這個一旦出來之後呢 現在就遭到一個很大的困擾 大家應該看過水波對不對 對 Right 那如果你今天事實上是在靜止的水波上面 打它的話 那水波就會這樣傳遞 它會有個水波的波數 OK 光也是一樣 所以光的戒指呢 我們給它取了一個還蠻有趣的名字 叫Ether 然後呢 有些時候寫成Ether 然後有些時候寫成Aether T-H-E-R 有時候寫成怪怪的 古英文這樣 不過沒有關係 它都叫以太這樣 也就是一個波要傳遞總是要有戒指 那現在就不好玩了 這個Media如果是靜止的時候 它是C 如果這個Media本身 它是以速度V在運動的話 那它就怎樣 你看到的光速就會是C加V OK 那如果你今天反過來 你的Ether 是逆著 這樣跑的時候 那你在上面看到的光速 就會變成C-V 於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慣性坐標系裡面 它就變成不是等價的 原來在牛頓的時代裡面 慣性坐標系是一個很漂亮的定義 非常的簡潔 我希望大家在學服務的時候 盡可能的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確定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試著用一句或兩句話 就回答那個問題 試著去培養這樣的能力這樣 當你今天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真的了解我的概念 所以本來Inertial Friend 是非常單純的 本來慣性系意思就是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是對的 的坐標系 就叫做慣性坐標系 然後你會發現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本身 在這樣一個定義底下 在所有的慣性系裡面是一樣的 也就是所有的物理定律 在不同的慣性坐標系 看起來都一樣 你不需要第一張講 靜止的牛頓力學 第二張講 運動的牛頓力學 第三張講 反向運動的牛頓力學 這樣 你們應該不是這樣被教的 對不對 可是現在這一個跑出來之後呢 就真的蠻令人痛恨的 他就告訴你說 在宇宙茫茫的慣性坐標系裡面 有一個慣性坐標系 就是比別人特別 那是什麼 就是在那個坐標系 量出來的光數 剛好是C OK 那這個一旦出來之後 就造成物理學家 重大的困擾 那 於是物理學家們就千辛萬苦的 開始去量一下 就是那到底 地球跟以太的相對速度是多少 也就是等於重新去量光數 如果今天以太報為什麼 剛好跟地球相對運動是0 也就是地球就是拉著以太跑這樣 那這樣的時候呢 你量出來的光數應該就是C 可是如果今天地球是在以太風裡面跑 就是你這樣跑 然後比如說這樣跑 然後會有風 那你量到的光數就應該怎樣 就會跟你怎麼跑有關 於是這時候 那個時候事實上這個變成一門 非常非常重要的顯學 大家就很認真的去量 無論是天上的星星 或是地上的 所有的光源 大家全部都去量 量完之後 發現一件非常令人困惑的事情 OK 就是 speed of light somehow as always see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 那就表示Maxwell Equation 是錯的 可是Maxwell Equation 才剛出來 而且它這麼的漂亮 然後大家 又很難懂 所以 這麼難懂的東西 會是錯的嗎 好 可是大家量出來的結果就是 不管你是怎麼量 你量遠方的星星量出來是光數 告訴你說 誒 以太在遠方的星星也是靜子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地球相對於遠方的星星 事實上是有相對運動 那所以怎樣 以太應該怎樣 以太應該其實對地球是有相對速度 所以那時候有各式各樣的很好玩的 像科幻小說的解釋 就說 啊搞不好 以太就是喜歡星球啊 所以 在地球附近的以太就跟著地球跑 在其他恆星附近的以太就跟著那個恆星跑 那中間怎麼辦 中間因為距離很長 所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所以或許實驗是沒有錯的 所以那時候充滿了各式各樣這一類的解釋這樣 然後最後終於大家當然都知道故事的結果是什麼 故事的結果就是Einstein爺爺出來拯救了大家這樣 所以我今天其實就是要講Einstein的兩個postulate OK 第一個 Einstein只是在講 Physics Law 事實上是 Invariant In all Inertial Friend OK 所以這是第一個假設 那這個假設就是因為很好懂 這個假設你應該也懂 就是所有的關心中間其實看到的物理定律應該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混不下去了 我們就要轉行去 比如說念一下功課啊 或是念一下化學啊 或是念一下其他的東西啊 第二個是很奇怪的 第二個是 See Speak of light is constant 這個就很驚訝了 光速 在真空中 永遠都以同一個定值在跑 OK 那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怪異 這是告訴你一件事情說 如果你今天拿一個手電筒 你去量它的速度是光速 如果你今天 以譬如說0.5的光速 拿到一個手電筒 K 另外一個人量到的光速還是C 你量到的光速也是C 那你所有在科普裡面看到神奇的奇怪的現象 都是從這一個現象出來 就是 不管 坐臥跑跳碰 不管你的運動速度是什麼 你量到的光速就是C 所以我試著從這裡出發 把所有奇怪的現象 導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 它可以帶我們到這麼遠的地方去 OK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來看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 time dilation time dilation time dilation 就是說如果有個中 現在突然在運動的話 它看起來會走得比較慢 那因為你本身其實也是個中 你就是一個比較不準的中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常常整天在跑這樣 那 你就會怎樣 你會老化比較慢 人家長一根皺紋 然後你可能就只長0.5根 之類的 所以這告訴你運動可以健身 是一種相對性的效應 那當然很小 我有算過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看的第一件事情 是time dilation 那你要去看time dilation 我們要先看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邏輯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要證明的是一把尺 如果是垂直 這樣運動的話 這原來的長度 跟它後來用速度運動的長度 事實上是一樣 我會先證這件事 然後從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會告訴大家 在相對認裡面 其實最好玩的 你怎麼去做一個鐘的方式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light clock 你就去做一個光鐘 OK 所以光鐘呢 就是這樣子打上去 然後這樣子收回來這樣 然後它的長度呢 比如說就是某一個L0 OK 那因為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知道這是一個很好的鐘 因為根據這個假設 光速是很低的 所以你永遠不用擔心它怎麼樣 所以你只要把L0固定之後呢 你這個 這邊的訊號 就會一直長這樣 假設你就是這樣打上去回來 打上去回來 打上去回來 所以它事實上 就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delta t0 這個delta t0 就等於兩倍的距離 除以c OK 一般人其實對相對認 最大的恐懼是在於說 你覺得它會顛覆你過去 學的所有東西 所以以至於什麼東西 你都不敢用 所以我在這邊希望 教大家一件事情是 你盡可能可以去用你過去的東西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光速是很定的 就好了 OK 所以我們首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一把尺 就橫向了這樣動的時候 它的長度是固定的 那這有兩種解答 第一種解答就是 如果你不是Einstein的話 你當然說 這不是廢話嗎 就一把尺這樣動跟不動 為什麼長度會縮短呢 parrot 然後你就不證明了 那可是如果對Einstein來講的話 因為他後來發現了 一把尺 如果是這樣橫著動的時候 它會變短 所以很顯然的 他注意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回去了 認真的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一把尺 在垂直方向運動的時候 他這樣 他不會變短 那 原因是這樣 原因很簡單 原因就是 Jack 拿了一把尺 OK 假設是這樣 Jill也拿了一把尺 原先都是一模一樣的喔 然後 因為事實上 他們兩個 現在目前這個是這樣動對不對 因為Jill來看 Jack來看Jill的時候 他是長這樣 所以在某一瞬間 這回就刷過去 刷過去之後呢 你就怎樣 你就假設 譬如說 這樣你就把它切個mark 對不對 譬如說我現在舉的例子是 我這樣切完是mark 所以就告訴你說 對Jack來講 他可能做這個實驗 就是說 他請他的雙胞胎妹妹 也拿一模一樣的尺 然後V這樣跑過來 然後重疊的時候 就 大家畫一下 就我畫你的你畫我的這樣 所以比較短的會畫到長的 長的就畫不到別人 因為他在這邊畫 畫不到他這樣 所以最後事實上就會遺留下一個mark 對不對 那 所以你可以知道 誰的感知上有mark 誰就怎樣 誰的尺就是比較長的 所以 我只是先 現在先假設 就是假設比如說 好 這個動的時候他變比較短 好 所以你最後看到了 Jack來看的話 他就看到說 誒我的是L0 對不對 然後我妹妹呢 他在跑 他呢 事實上是LV 然後因為 這樣畫完了 所以呢 我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是什麼 L0大於LV 對不對 所以這是 Jack's conclusion OK But What about Jill Jill看到什麼 Jill看到的是 像是 自己的尺是什麼 當然這L0 就是同樣的尺 對不對 可是他看到 Jack的什麼 因為 因為 這個實驗有沒有 最後就是 畫到 誰畫到誰 那是固定的啊 所以很顯然的 他一定是看到 Jack 的尺比較大 所以最後才會畫到 一個mark 然後Jack的尺 事實上 現在是L-V 在動 對不對 所以 Jill得到的結論是 L-V 應該會大於L0 OK OK So that's as Jill's conclusion 那 根據 Einstein 阿伯告訴我們的事情 Physics law applies in all reference frames Right 所以意思就是說 Jack 做自己的物理學 Jill做自己的物理學 是可以被連結在一起用的 然後最後你就得到這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 是 往左跑的尺 會比進子來的長 會比往右跑的怎樣 來的長 那 這個結論當然聽起來就怎樣 如果這個結論是對的 我們就有 絕對的右邊跟什麼 跟絕對的左邊了 Right 因為你只要拿一把尺 去動一下 對不對 就往左跑 就會變比較長 往右跑 就會變比較短 很顯然這個是 nonsense Right So according to symmetry or parity symmetry 你會覺得這個 不可能是對的 所以就表示你原來的假設 一定是錯的 那你可以反過來這樣假設 你現在可以一開始假設說 那搞不好事實上是 往右動的詞比較長啊 所以搖鈴比較短 那你可以repeat整個argument 你最後會得到還是一樣 就結論會剛好 跟那個結論完全相反 就變往右跑的尺比較長 比靜子長 靜子又比往左跑的來的長 這還是一樣啊 你還是可以由此定義左右 事實上它就違反了左右對稱性 所以最後最後只有一個可能性 這個唯一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LV -V 等於L0 等於LV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漂亮一個結論喔 請大家小小記得一下 那當初直接想出這個的是 艾斯坦自己本人這樣 所以這裡面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事實上為什麼在這個方向上面 就是說這個長度不會動 其實事實上是因為 兩把尺在關心座椅裡面 是會直接交回的 然後他們是曾經在同一個外座標上面 所以你事實上可以去定義所有 有趣的東西 你可以試著回家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兩把尺有沒有 然後是橫的 你就會發現有很多邏輯上的困難這樣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橫向的尺 長度不會隨著運動改變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那如果今天 我們來 就Jill他自己本身 也帶了一個光鐘在跑的話 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OK So now That's a Imagine that Jill carries a simple light clock 假設這個是 就是 叫他 the light clock OK 所以在Jack來看 Jack看到的就是這個特性 對不對 So basically here we have a moving clock 那我們現在試著去運用 Ainstein告訴我們 光速是恆定的這件事情 會得到什麼有趣的結果 好吧 首先第一件事 假設這一整個這樣跑過來的這個時間 叫ΔT 那因為它是速度V 所以這一段的距離 事實上就是V乘上ΔT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再看一下 因為反正不管 就是這個 燈泡在動 所以它放出的光 到底會怎麼跑 或怎麼樣 你如果是根據以前的話 做速度跌加或幹嘛 可是現在不用 Ainstein告訴你 反正不管你怎麼動 光速都這樣 都是C 不管它是什麼方向 So that's great 所以它告訴你 這一段 事實上 就是C ΔT除以一半 這一段 根據對稱型 C ΔT除以2 因為是往上跑 又是往下跑 所以應該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就可以用B式定理 所以你看多簡單 時間會遲緩呢 只要用B式定理 就可以導出來了 那這個長度呢 是之前 假設的L0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直角三角形 這是L0 這是VΔT除以2 這是CΔT除以2 所以根據B式定理 CΔT divided by 2 square equal to VΔT divided by 2 square plus L0 square 所以你把平方層開來就好了 然後它會有一個四分之一 你乘一下的話 就變成C平方 減掉V平方 ΔT 就等於4倍的L0平方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ΔT解出來 那ΔT解出來之後 就會等於什麼 就會等於2倍的L0除以C平方 減掉V平方 然後再開更好 那如果我們為了要比較 我們今天要把光速拉出來 所以它會變成2L0除以C 再來是根號 1減掉V平方 除以C平方分之1 OK So that's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所以你在這邊其實可以看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就是這個 事實上是原來是一個鏡子的鐘 它每個ΔT0會發生的事情 結果你發現了 這個事實上會改變 然後呢 它就是有這樣的一個Factor 那不要忘記了 因為我們的光 我們的速度其實事實上是小於光速的 所以這個是正 你開根號是沒有問題的 那可是你一旦開完根號之後 這個根號本身是什麼 是一個小於1的函數 就是小於1的數字 然後小於1在分母 所以它本身是什麼 是大於1的 所以不要忘記了 你最後得出來是像 ΔT呢 我們一般寫成γΔT0 然後它是大於ΔT0 然後這邊的話 γ的定義 就是 就是 更好 1-V平方 除以C平方 分之1 所以這個 就是為什麼叫 time dilation 這個的意思就是 如果今天 對Jack來看的時候 就是Jack 他自己 做了一個光鐘 然後呢 Jill他自己 也做了一個 一模一樣的鐘 可是我今天 從Jack來看 Jack's view Jack 開始去記錄 他自己的光鐘 只要他打到detect 他就記一下 打到detect 他就記一下 打到detect 他就記一下 那我話誇張一點點 所以譬如說Jack 他可能看到 就是這個樣 OK 所以這個是 Jack Jack看Jack 的光鐘 好不好 這是time access 這是signal But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今天 Jack 去看 jill的鐘 他就發現了 他就發現了 這個變成 delta t 是像是 gamma 再乘上 delta t0 是大於 delta t0的 這個的話呢 是像是 delta t0 OK 所以 所以 一般來講 通常你推導到這個結論 正常受過科學訓練的人 就會放棄這件事 因為這聽起來實在是太可笑了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一個鐘 就是 Jack的鐘 他 就是說 Jack跟jill的鐘 本來都一樣的 然後比如說jill他現在是 等數在運動的時候呢 就是 Jack去看兩個鐘 突然發現一個是 在走 另外一個就是 就要死不活的 在走這樣 That's something really weird 所以 Jack這時候應該做什麼結論呢 如果 Jack今天做的結論就是 Jack的鐘 就比jill來的 快的話 那他就會發現 他會跟他妹妹吵架的 對不對 對jill來講的話 jill看到的 這是jack's view right what about jill's view 對jill來講的話 jill看到自己的鐘是什麼 是這個樣子啊 right 然後 看到 Jack的鐘 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在這邊你就很小心 所以這不是什麼 這不是鐘的問題 如果今天是 Jack跟jill 他們各自帶了一樣的鐘 然後你就發現 Jack得到一個結論 如果他寫下來就說 jill的鐘比我走的慢 那是錯誤的結論 正確的結論應該是 兩個相同的鐘 如果 一個在運動 一個在靜止的時候 運動中的鐘 看起來怎樣 比較慢 那如果你用這樣的一個statement的時候 就是尊重 Einstein的第一個postulate 好 你就發現jill的conclusion也是一樣 對不對 因為對jill來講 他自己的鐘 本身是靜止的 所以事實上是走比較快 他看到他哥哥的鐘 是在運動的 所以事實上是走比較慢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相對論的意涵 就是在於 時間不再是絕對的 全世界這個其實事實上是 為什麼他打破了 我們從有科學以來 對時間的概念 其實即使在亞里斯多德的時代 亞里斯多德或許的科學訓練 不是很好 他都知道 時間事實上只是用周期的運動 去丈量其他所有運動的一種 比較工具而已 那既然是周期性的運動 他就相信不管人存不存在 獅子存不存在 這個病菌存不存在 他一直都怎樣 他就是這樣 這個本來是我們做科學 唸科學最重要的信條這樣 就是你找不出任何的理由 為什麼一個色原子 要突然有時候正快一點 突然有時候正慢一點 那這件事情在近代 雖然號稱是近代 也已經是一百多年前了 所以請大家的知識一定要跟上來這樣 你們大家都會玩iPhone跟得非常緊對不對 然後呢就只差幾個月你就會覺得 這過時或幹嘛 那以這個標準上來講 你們科學知識可能非常非常嚴重的過時 這樣 所以請更新你們的作業系統到相對論版本 所以今天要帶給大家的第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訊息是 我們還是相信時間 是來比較不同的Dynamics的一個重要工具 所以他還是只有一個軸 可是一個週期的運動 在不同的慣性坐標系看起來 似乎是不一樣的快 所以呢一個運動中的鐘看起來會比較慢 而一個靜止的鐘看起來會比較快 那可是一個鐘是靜止還是運動 明明就跟你的運動狀態有關 所以你就很難去接受說 所以那個鐘本來是長這樣 我現在開始跑它就變慢了 是這樣嗎 所以請大家可能要放棄過去 真的非常古典的概念 就是是這樣 那就是你跳太快了 我剛才其實是從Jack跟Jill 其實事實上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會發現你在相對裡面只要問一下 就是Jack跟Jill 我事實上為了上課方便 我都說Jack是靜止的對不對 Jill是相對於他哥哥怎樣 往右跑 那對Jill來講 Jill如果是一個非常女性主義者 他就會覺得說沒有啊 我是靜止的 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怎樣 都往左邊跑啊 這有什麼錯 這完全正確的科學的statement 那Jack跟Jill有辦法定義出絕對的靜止嗎 完全沒辦法對不對 因為同樣的鐘 Jack來看 他的時間間距呢 是2L0除以C Jill來看是多少 也是2L0除以C 所以兩個都覺得自己的鐘 是全世界最棒的靜止的鐘 他的時間的間距就是什麼 就是Delta T0 所以呢 你只要再仔細的想一下 你就知道說 我現在展現出來這個例子 就是恰恰的告訴你 你沒有辦法定義絕對靜止這樣 那是沒有意義的概念 所以Einstein這麼漂亮的 就用兩句話解決了那個時候 困擾大家這麼多的實驗跟觀念上的混淆 所以在有些時候 如果時刻是對的 希望大家也可以用非常簡潔的信念這樣 然後把事情做對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上到這邊 那很抱歉 耽誤大家5分鐘的時間 謝謝 謝謝 請你